如果有书本的同学,你们也可以看,按着你们的书本去提 在第一课的版面,你会看到《圣经日门学校》 我们现在看一本书《圣经日门学校》 这个有个主题的经文,我盼望第一课的时候 大家可以这个礼拜背了这句圣经,在《提摩帝后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到《圣经当是神所密是的,于教训读扎,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而都事又亦定》 《提摩帝后书》的经文,说到密是,密是其实不是一些很机械化的写出来的 而是你会发觉《圣经》是有六十六本书里面,其实有不同的人去写这本书 神透过不同的作者,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工作 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和写字的风格都不同 但是神就透过密是,就是将一些话语去启示给这些作者,而去写出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的内容是毫无错误的,因为是神所密是,这些作者他们去写出来的 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说到,耶稣说到,圣经上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 这里也提醒我们,圣经原来是很能够废的,圣经是神的话语 如果弟兄姊妹,你记得《创世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说,神说创造,是吗?他用他的口来说,创造什么的时候就创造出来 神说要那些陆地和海洋分开的时候就分开了 神的说话是很有能力的 如果你记得,神去斥责那些讲鬼的时候,斥令的时候 神也是用他的话语去宣讲的时候,那些斥令就要速出离开 如果大家再留意,刚刚我们读出《提摩太后书》这句金句的时候 其实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这句说话 其实是有什么目的呢? 其实他就是肯定圣经是一个权威来的,圣经就是一个权威来的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当我们去宣讲的时候 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基石一样 所以当我们读得多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真理了 圣经说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了 如果弟兄姊妹说我们怎么去分辨真钞和假钞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去知道真钞是怎样的 以至到我们遇到假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就好像银行的职员,他们每天都去不停数银子的时候 他很快就能够去验到那些真钞和假钞了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越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甚至乎神话末后很多假教师、假先知出来的 他们可能宣讲这些事情似是而非 我们都未必容易辨别得到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是熟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明白了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来 以至我们的生命不会被这些假教师、假的先知 去动摇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其实保罗写这句经文的目的 还要是督促教会的领袖和信徒 要多一些去研读圣经 以至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是要怎样的?我们要去见证神 去行神作的事 最后这句圣经都是神所密事的 这句金句是讲到神话语的功用 神话语的功用就是教训、读责、使人回转、归习 教导人学义 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 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白白清义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做得有多多 而是因着耶稣的拯救是白白的 以至我们能够去清义 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进入来我们再来看 这本书《圣经学校入门》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里也带出了书里面的内容 就是讲到理解圣经的内容 我们上这个课程是要理解圣经的内容 以及架构 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透过圣经 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 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让我们知道 原来圣经的话是大有能力的 是的 如果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金句 就是说 生死在舍头的权下 喜爱他的酒 是他所结局的那一句 就是原来我们话语是有能力的 为什么? 因为你和我都是按着神的样式做的 是不是? 我和你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你想想 神他那么能力 他能够斥责那些风和浪 今天我们说话也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口出恩言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上上带着神的话语 也有圣灵的同在和敏锐 以至于我们遇到无论我们的家人 我们可能的配偶 我们的孩子 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些很生气的 或者很生气的情况 我们仍然能够以神的恩言去回应 禁价一些受座或者不好的说话 我们再来看 圣经的重要性 是让我们能够迈向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 更加成熟长大 更加成熟满有基督的信仰 无论你今天你是初信的 或者你已经信了很久 我们都要每天都要去读神的话语 也要思想神的话语 也要接受神的话语的装备 以至我们能够满有基督的信仰 再来看 重要性最低的第三点 其实圣经的重要是 引导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在疫情里面 你的工作如何 或者你的前路会不会都受到影响 今天我们都盼望 我们都去祷告 尋求神给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因为我们相信神做我们每一个 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们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教育 或者不同的职业 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也有一个目的 还有给我们有旨意的 希望我们越清静神 越去明白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越明白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旨意 以至到我们能够是 顺服神的话语和方向 而行向神的 给我们的命定和祝福的里面 在这个课程 我们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果效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 确认圣经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深信圣经是无误的,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要每一天都去读,无论你读一章也好,或者是读几节也好,或者你可以读十章,二十章,你有没有听过李牧师啊?他一天读四十章圣经啊? 是啊,我们真是很厉害的牧师,无论我们读多少都好,我们都要立即在新的课程开始,我们互相守望,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可以从小开始,可能一段的,或者一日节的都好,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去密想神的话语, 以及去读神的话语,理解更多,让我们神的话语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神的话语是想去定义祝福我们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的重要性,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先啦。 在美国那里有一个商人,他叫做John Wannamaker,是一个商人,美国那里有一个商人,他出生在1838年,你和我都未出生的时候,是不是? 在他12岁一年,圣诞节就去买一份礼物给他妈妈,给他妈妈做一个圣诞礼物。 当时他买了这个礼物,给了钱,然后呢,就有那个职员帮他包着礼物。 但是这个John他发现,原来还有第二份礼物更加适合他妈妈。 那他那个职员的反应是怎样呢?那你想换啦,是不是? 当然想去跟职员说,退款再换另外一个礼物。 因为他看到更适合他妈妈。 怎料那个职员说,没得退的,太迟了。 那时候呢,这个小小的John就跟自己说, 将来呢,我要开一个店铺,我要是给一些客人可以换货的。 他这样想,但是你想想他能不能做得到。 原来呢,他真的能做得到。 当他是15岁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 他不单只信了耶稣,他还是很热心去传福音。 他经常跟他妈妈,他妹妹去到街上高派传福音的单张。 甚至乎有时候他面对着街上的人,怎样对他呢? 有些人会跟他扔鸡蛋。 又或者去骂他们去传福音,阻止他们来街道。 但是呢,这个John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因为这样去害怕了。 而是反而更加业心去传福音。 当这个John去到23岁的时候,他真的很厉害。 他就开了全美国第一间百货店。 当他去开这个百货店的时候,他就打一些广告。 那个广告就写着了,这个店里面的货品是很便宜的。 是可以退货的。 当他打出这个策略的时候,那招来很多的顾客, 因为他们都说看到那些东西又便宜,又可以退货。 原来John的心里面,他一直在想, 他一店的主人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顾客。 因为他这样的想法,他就很成功了。 他的生意越做越多了,越做越大了。 还赚了很多钱。 虽然赚了很多钱,他工作也很忙。 但是没有因此影响到他回教会。 他仍然在礼拜日去迟手回教会。 礼拜日仍然去到主日学里面,去帮忙教主日学。 John在他死之前也说过一番话。 在他人生里面最成功的投资是什么? 就是他小时候,12岁的时候,用了两个半美金去买了一个红色的圣经。 因为他认为这个圣经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他投资了这篇圣经的时候,他能够每一天都去看。 他能够改变他的价值观。 知道如何传福音,如何让圣经成为他行事为人的标准。 这个故事也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想法。 今天你有没有圣经吗? 你家里有没有圣经吗? 或者你的手机有没有安装了一个圣经应用程式? 有没有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就拿出来去看。 去思想神的话语。 去思考圣经的价值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一起去探讨圣经的重要。 什么是圣经呢? 什么是圣经呢? 圣经就是神的怀疑。 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 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 因为当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就让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呼求圣灵去帮助的时候, 让我们去明白真理的时候, 圣灵是会帮助我们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圣经里面说到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 是我们的教师,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 以至到当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去读的时候, 我们也先来有一个祷告, 就是我们呼求圣灵。 我们呼求耶稣, 求圣灵去开启我们, 开启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耳朵, 以及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耳朵能听见, 眼睛能够看得到神的话, 除去我们一切的蒙蔽的拍子, 以至到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因为真理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 得着生命的更新, 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西方一些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些学者他们都分分地去探讨, 圣经是否无误, 圣经是否可信。 当时有五个圍读。 他们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 圍读圣经, 圍读信心, 圍读恩典, 圍读基督, 圍读上帝的荣耀。 当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思考过圍读圣经, 圍读从神以来的信心, 圍读恩典, 圍读神基督的拯救, 圍读基督, 圍读上帝的荣耀。 今天你和我都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 以示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见证到耶稣基督。 不知大英姐妹你们去思想圣经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有本圣经, 我们现在看不到, 我们那本圣经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都是黑色皮, 可能里面有印刷的, 都是印刷的。 当时原来近时的圣经是用羊皮, 那些小羊,那些皮是造成的。 他们刮割剩了那些毛, 或者是那些皮, 然后就清洗干净, 然后就把神的话语写在一些羊皮上高。 所以当时那些字是不容易拆掉的。 当时的人去参写圣经, 每一个都是很谨慎的, 很仔细的。 他们是写出来的。 后期呢, 后期呢, 因着有印刷机, 有印刷术, 所以圣经才广泛流传。 所以今天我和你们也有本圣经, 起码有一本在我家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 也讲到很多神的话语的方式。 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表达的方式。 什么是圣经呢? 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的一页节那里去看。 如果你有圣经呢, 你也可以翻开来看。 又或者你可以看螢幕上的PPT。 我读出诗篇第一篇的一至二节。 这里讲到,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罪人的道路, 不助舍万人的座位, 为起我要话的律法, 就夜思常, 这人变为有福。 神会说到, 如果读了第三节给你们听, 第三节他就说, 他要尽一棵树, 灾在溪除旷, 按时后结果是, 亦只也不枯干, 幻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原来短短三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诗人他就形容, 当我们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 我们就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人就蒙福了, 就有福了。 今天呢, 今天呢, 跟你身边的人说, 你都跟你自己说, 我呢, 要纳志我们呢, 要是就夜思想神的话语, 因为呢, 我们都是蒙福的人, 我们都是蒙神所喜悦的人, 因为呢, 《圣经》里面第三节讲到,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好像一棵树, 这棵树呢, 就要栽在溪水旁。 哇, 你想想, 如果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时候, 都不用怕, 没有水份, 是吧? 那些水份呢, 就是经过这个溪水, 溪水呢, 就进入了树的根部, 慢慢呢, 那个树呢, 就是, 越生长就越兴旺了, 圣经诗人就这样形容, 当我们的生命是连绝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呢, 就好像一棵树那样, 灾在溪水旁, 我们要灾在溪水旁, 我们要喜爱神的律法, 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呢, 就是我们正常生活的规范, 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法则, 神的话语, 今天呢, 当我们去读, 圣经里面, 神呢, 其实神呢, 都给我们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戒命的律例点章, 但是呢, 当我们, 快要想到这些的戒命的时候, 我们呢, 要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联名, 而不是一些对我们的规范, 正如今天, 如果你们为人父母, 你见到呢, 你的子女, 你叫他不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 不要玩火啊, 不要玩电制啊, 其实是不是, 是规管他啊, 其实就不是啊, 是对他的恩典, 是对他的怜悯和爱啊, 今天神也是这样啊, 今天神呢, 叫我们什么呢? 要求不要吃血啊, 因为呢, 那些血呢, 是有生命的, 是不是呢? 叫我们呢, 要好好顾色我们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 是圣灵的电嘛, 我们要呢, 我们要好顾色我们的身体, 是为主去做工, 好好的去生活, 是不是呢? 盼望呢, 我们呢, 当我们去思想, 这个极经文的时候呢, 都能够呢, 我们各个人呢, 都成为呢, 喜爱神的律法, 也都是成为蒙福的人,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三章二节, 这里讲到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 交托他们。 罗马书这里, 三章二节, 其实呢, 当时呢, 如果你回去呢, 再去看前后经文的时候呢, 就是三章一至二节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呢, 其实这个经文呢, 写在当时呢, 对那些犹太人说的, 当时呢, 那些犹太人呢, 仍然呢, 是走在罪恶的里面, 所以呢, 神呢, 仍然呢, 是希望呢, 将神的圣言, 神的话语, 托付给犹太人, 啊, 因为为什么呢? 神呢, 定义呢, 去拣选犹太人, 成为呢, 他圣经的子民, 但是呢, 当时呢, 当时呢, 犹太人呢, 他是拒绝耶稣, 是犹太, 拒绝耶稣呢, 就是那个呢, 的基督, 但是呢, 有没有因此而影响到呢? 啊, 其实没有, 因为呢, 神呢, 已经定义是, 是要拣选犹太人了, 他呢, 定义呢, 是将呢, 神的话语呢, 是托付给犹太人了, 并且呢, 是鼓励他们, 要按照呢, 神的圣言, 就是神的话语呢, 是要继续的去生活。 我们再来看呢, 是《以不所书》, 第六章十七节, 这些传经文呢,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不是呢? 因为呢, 是关于全副军装, 今天我们面对呢, 无论呢, 我们生活呢, 有几大挑战都好呢, 我们呢, 都要呢, 去熟悉这个经文, 就是呢, 《以不所书》六章呢, 这里的经文, 是讲到全副军装。 我就读出呢, 这段的经文, 其中呢, 这个军装里面讲到呢,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形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这个经文呢, 关乎到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 是圣经这个题目, 是啊, 因为他讲到神的道。 弟兄姐妹, 我们呢, 那个头要常常呢, 戴着什么呢? 救恩的头盔, 救恩的头盔, 还有呢, 要拿着呢, 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头盔是救恩的头盔。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发觉呢? 当撒旦呢, 想去, 令到我们呢, 去怀疑神的时候, 又或者呢, 你有没有试过怀疑神呢? 又或者怀疑基督, 或者怀疑神的救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经文呢,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带上救恩的头盔, 来到保护我们的思想, 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至于我们呢, 不去怀疑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救赎的工作。 这个呢,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 除了之外呢, 就是呢,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呢, 就是呢, 神的道, 当你呢, 如果今天呢, 有机会呢, 回去呢, 再看呢, 《遗福所书》第六章呢, 讲到呢, 全副军装呢, 整个军装呢, 那个军装里面呢, 是唯一一个呢, 就是有攻击性的武器, 就是呢, 圣灵的宝剑。 而在呢, 这里呢, 你会知道呢, 他说圣灵的宝剑呢,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是什么呢?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咯, 就是圣经咯, 是不是呢? 如果你呢, 记得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节的时候呢, 耶稣呢, 出来服侍之前呢, 他经过了四十日呢, 四十日呢, 在抗野的里面, 他呢, 就是禁食祷告啦, 他去亲近神的时候呢, 魔鬼就来了, 去试探他哦, 是不是呢? 是啊, 试探他哦。 如果你记得呢, 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也绿绿去提一提, 加深大家的印象。 撒旦来试探, 怎样试探神呢?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呢, 用石头变面包呢, 是不是呢? 你可以去, 不用那么肚子哦, 你可以, 你是神来的嘛, 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 这样去试探书记道。 因为呢, 人是什么呢? 人, 我们都有肉体的需要嘛, 有肉身的需要嘛, 我们都有饥饿的嘛, 是不是呢? 但是呢, 这个试探呢, 是试探什么呢? 食物的供应。 神呢, 是会不会供应我们的食物呢? 今天呢, 当我们呢, 会不会有时, 说想去禁食土的时候, 都会说很辛苦啊, 是不是呢? 都会说很肚饿啊。 当我们看几条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觉耶稣怎样, 用什么话语去回答撒旦呢? 他呢, 就用了《生命记》八章三节, 他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 原来呢, 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再来呢, 我们看呢, 第二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呢, 是怎样呢? 魔鬼呢, 就带到耶稣呢, 去淡在最高的垫顶上, 就叫耶稣, 哇, 你可以跳下去啦, 因为呢, 你是神嘛, 你可以吩咐你的使者, 来托着你啦。 啊, 这个呢, 其实呢, 又是第二个试探。 试探呢, 神呢, 会不会呢, 叫猜派祂的使者, 来到去保护祂。 是呢, 有一个呢, 安全的保护。 但是, 当时耶稣呢, 怎样去回答, 撒旦呢, 他就用了《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那里说, 不要试探神。 耶稣基督呢, 都是用了神的话语, 来到去抵挡撒旦。 再来呢, 第三个试探, 我们看呢, 他就说到, 撒旦呢, 要去耶稣去敬拜祂。 去敬拜祂。 啊, 当呢, 当呢, 撒旦呢, 他这样去跟耶稣说的时候呢, 他看到呢, 啊, 原来呢, 呃, 呃, 原来呢, 人呢, 甚至乎撒旦呢, 是什么呢, 是呢, 是想拥有这些的成就啦, 这些的权能啦, 但是呢, 是相信呢, 神呢, 是会带领我们的。 所以呢, 当呢, 耶稣呢, 去回应了撒旦的时候, 他用了什么的, 什么的圣经呢? 他用了《生命记录》第六章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 当拜你的神, 丹耀事共探, 丹耀事奉我们的神, 而不是去跟从撒旦的引诱和试探。 好了, 我们呢, 当我们呢, 再来继续去看, 什么是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雅各书一章十八节》, 这里说到呢,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 新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做的, 万物中好象、 仓属的果子。 原来这里呢, 他说到呢, 真道, 真道是什么呢? 真道就是福音, 那些的律法, 和创造天地, 我们的主的话语, 那些就是真道。 而呢, 这里, 当神呢, 按着呢, 他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创造我们, 原来神用他的话去创造我们, 是指呢, 当人呢, 信主的时候呢, 就得到呢, 重申了, 得到重申了。 也都是指呢, 当时呢, 第一代呢, 那些基督徒, 他们呢, 成为呢, 初熟的果子。 如果你们呢, 有看, 圣经留意到呢, 当时呢, 那些人呢, 他们呢, 一般都会将呢, 他们初熟的果子呢, 就是最初, 最好的修成呢, 是呢, 变出来, 来到归给神的。 是, 帕门呢, 神呢, 是月立他们的奉献, 月立他们的摆上。 这个初熟的果子呢, 是神所欺悦的。 我们再来看, 《彼得禅书》二章二节。 这里讲到呢, 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 像财身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掌, 已知得救。 原来呢, 我们呢, 刚刚可能呢, 信耶稣, 或者我们呢, 去读圣经的时候呢, 圣经呢, 就好像呢, 奶一样。 就好像呢, 寶寶仔, 是不是呢? 初头呢, 一出生的时候, 不能够呢, 去吃米饭的, 只可以呢, 由饮奶开始。 就这样呢, 神的话呢, 就好像这些奶一样。 是呀, 慢慢呢, 是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神这些教训, 是呀, 一路一路, 祂的话语一路一路,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吸收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强大了, 强壮了。 我们呢, 就能够呢, 明白神的话语更多。 我们就能够吸收更多, 就长得越来越快咯。 因为我们呢, 不单止是听, 我们还要呢, 去行啊, 是不是呀? 要咀嚼神的话语, 懂得咀嚼。 寶寶仔呢, 喝奶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咀嚼的嘛, 没有牙的嘛。 但是当呢, 他大个, 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能够有牙, 是不是呀? 他会咀那些肉呀, 菜呀, 是不是呀? 就能够呢, 去将神的话语呢, 吃进去了, 吃进去, 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 所以呢, 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呢, 不单止呢, 是单单去听到, 而是我们要行到, 而是我们属灵的心灵, 越来越去强壮。 就好像我们呢, 今天我们都要呢, 去做一些的exercise, 做一些的练习, 做一些的运动, 去强壮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们再来看了。 圣经, 我们说到圣经的重要性呢, 如果呢, 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 圣经呢, 就是神的话语。 当时呢, 初代的教会呢, 甚至乎今天呢, 那些福音派的教会呢, 一些神学家呢, 他们一致都认为呢, 圣经呢, 一致都认同了圣经的价值, 和信念的, 是无误的, 是无偏差的。 而呢, 从教会的角度呢, 看圣经呢, 圣经呢, 就是教会的基础, 就是教会的根基,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教会呢, 是要呢, 是呢, 这个呢, 圣经, 这个真理的守护者, 我们呢, 要维护, 我们要持守圣经, 也要呢, 维护我们的圣经。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圣经呢, 圣经呢, 圣经呢, 就是我们成长的工具了, 是帮助我们呢, 我们呢, 怎样呢, 成为呢, 天国的子民。 啊, 弟兄姊妹, 今天呢,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们呢, 都是客女, 我们都是寄居的, 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 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神的儿女来的,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将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的家是向天上。 所以呢, 当我们呢, 要是, 去阅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呢, 天国的价值观, 是怎样呢? 我们呢, 就不需要再呢, 再记挂着呢, 我们呢, 神呢, 说要我们什么呢? 要努力去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神的, 神的标杆去进展。 我们再来看, 嗯, 这个, 这个, 这篇, 第十九篇, 其实呢, 就说到呢, 第九页了, 第九页了, 信仰的角度, 是的, 如果我们刚才说到呢, 刚刚说到信仰的角度, 圣经带我们成长的工具, 是帮我们了解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的时候呢, 他呢, 带出了一个金句, 帮我们听, 就是呢, 本诗篇呢, 第十九篇呢, 七至到十一章, 不如我们呢, 请一下Elyssabeth, 帮我们读出这个经文, 谢谢Elyssabeth, 好, 耶和华的律法传备, 能骚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传道永远, 耶和华的点章真实, 传言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比比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金田, 且比风房下滴的蜜金田, 況且你的復人因此受警戒, 手着这些便又大上。 谢谢Elyssabeth, 帮我们读出, 未来我们都会读几节的经文, 如果你留意, 我都将这些字 提出了不同的颜色, 给大家去看法。 可能我们今天不够时间, 每一个都读出的了, 但当我们讲到, 其实未来都有四段经文, 不如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 讲到诗篇第十九篇, 七至十一节, 讲到原来神的律法是存备的, 原来当我们读神的律法的时候, 能够骚醒我们的人生。 阿鼎姐妹今天, 我和你都有良心在我们里面, 以致到我们能够分辨好大, 就是好的和恶的, 以致到我们能够去选择, 神都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 好还是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分不了了。 所以神说, 要什么? 要神的真光照耀我们, 照耀这个世界, 驱走一起的黑暗。 正如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真光照耀我们生命里面, 以致到我们能够骚醒过来, 去分辨什么是恶的。 我们就选择什么? 选择真理, 选择好的东西, 未善的事去行。 所以, 再来看, 它就好像一个对比一样。 如果你看到紫色的事和蓝色的事, 原来耶和华的法导确定的时候, 是能够什么? 使御幻的人有智慧。 神的分辞正直, 是能够拜活人的心。 是能够当你读的时候, 原来神的华语是正直的, 是诚实, 诚实的时候, 能够意识到我们, 因为我们有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 所以, 当我们遇到一些什么? 传备的律法, 一些正直的确定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会怎么样? 都会快乐。 这里就说到, 神的命令清洁的时候, 就能够明亮人的眼眸。 神的命令清洁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着神的命令。 神的道能够洁净, 传道永远。 祂的典章是诚实的, 是公义的。 神的话就像金子一样, 你喜不喜欢正金? 你喜不喜欢金? 都很漂亮的, 省省法良。 神的话语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说神的话语的时候, 别人听到的时候, 都会羡慕? 会的。 甚至乎, 当你有些时候, 一些从神以来安慰的说话, 都好像蜂蜜那样, 能够资愿人心。 都能够安慰人心。 所以我们要熟读神的怀疑的时候, 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 神都会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怀疑和亮光。 阿鼎姐妹, 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安静下来, 又或者当你去问神, 我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突然给你有诗歌? 你心里面或者你脑里面突然有些诗歌, 又或者神的金句, 神的话语, 突然去提醒你。 我都试过, 有时有些神的诗歌, 有时去带一些聚会, 准备诗歌的时候, 不知道带什么歌的时候, 神可能前几天, 就会把一些歌让我记得起。 都是神的提醒, 就是把诗歌预备好, 就预备好在聚会里面带出来。 就是当带出来的时候, 阿鼎姐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们心灵, 就听到神的诗歌, 就会得着安慰, 得着鼓励。 就是这么奇妙, 神的话语和诗歌, 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团牌, 和我们随时的帮助。 当我们再看信仰的角度, 如何去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去了解到, 在希伯来书那里, 能够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 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字二字那里说到, 神记在古时直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语列祖, 就在这末世, 也直着他创造诸世界。 如果你今天有时间, 你回到或者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都再思想回, 因为这个PPT我都传了给大家, 你可以再思想回, 神的圣经, 如何去影响到你呢? 你都可以再深思一些一些, 我着色了那些字, 那些经文, 你再思考回, 其实在旧约里面, 神已经透过先知, 向祂的子民去说话。 神透过先知, 去说给不同的人去听, 神的审判一些警戒的说话, 甚至是安慰的说话, 如何去拯救世界。 就好像罗亚, 我们一会看到罗亚, 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神如何去拯救祂和他一家。 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基督的救恩。 今天我和你得罪这个救恩, 得罪神你的话语,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以至我们能够脱离死亡, 脱离一切的罪。 有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那里说到,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恩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第一节目, 原来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神如何拯救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不单止得着救恩, 也得着神给我们有智慧, 能够分辨是非浩大。 我们再看了, 在罗马书10章17节, 圣经若我们能够有从神而来的信心, 以及依据能够成为我们的盆石, 在我们的试炼和困难的时候, 就不止于动摇, 可以跨性。 在罗马书10章17节那里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当我们在聂伯日听说到,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将神的话语一点一滴, 就好像黑暗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样。 当我们去做一些可能的抉择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扩兑, 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特殊节目, 我不知道你们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经历呢?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 也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 你如何去经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作为。 鼓励大家今个星期, 每一天你临睡之前, 你试一下回想你那一天, 你经历的事情。 有没有一些感恩的事? 有没有一些神如何去帮助你? 甚至乎很微小的事情, 你也试一下去数损神的恩典。 有时候可能是你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当你可能去寻求了神很久的时候, 可能没有一些的转机。 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灰心, 神是要我们去倚靠祂。 神可能有时候, 又会给我们一些金句, 一些神的经文的话语, 去成为我们一些的安慰, 一些的造就。 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神, 去跨过这些困难。 原来是第四点, 《诗篇119-9-11》。 圣经的话语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我们刚才分享, 是否是John呢? 他小时候, 神的话语如何扭转了他的生命。 他有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神又似给他有智慧, 又有才干, 又要送神的恩赐。 感动他, 他怎么办? 创业。 他23岁就能够创业。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是神是如何去选择使用他。 他怎么将圣经, 神话语的法则, 连向他生命的里面。 以至于他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事。 诗篇119篇9-11节, 我简短读出。 他说到少年人用什么结症他的行为, 只要遵行神的话。 我一心尘求了神, 求神不要, 叫我偏离神的命令。 我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神。 我将这个理字代入了是神。 其实他这个理字是指神。 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了。 但圣经里面就是说, 少年人, 你要结症你的行为, 是要怎样? 真行神你的话语。 你要你一心尋求神的话语, 不要偏离神的命令。 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免得得罪神。 这一句说话都成为我们一个提醒。 最后我们也看圣经对我们有产生一些正觉的态度和心态。 是让我们能够相信圣经, 尊崇圣经, 以爱圣经, 服从圣经。 因为时间的关系, 经文我就不读出了。 其实在PPT, 我都显示了一些经文。 还有其他三个态度, 就是我们会维护圣经, 我们会传扬圣经, 我们会研读圣经。 当我们今天去思想, 我们会展示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我们有没有信圣经呢? 我们有没有尊崇圣经是神的话语呢? 我们有没有热爱和感情呢? 我们有没有服从神的话语呢? 我们有没有维护圣经的真理呢? 全阳呢? 全阳真理呢? 和言读圣经呢? 还有我们今天回家, 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想想想我们对圣经的心态, 或者这个都成为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如何去学习圣经, 以至到我们能够有这个态度。 最后呢, 都想分享一个圣经为人, 今天第一讲, 就讲到路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创世记》六章, 六章至九章? 有没有人有看? 是不是? LeCore有看? 有没有人有看? 我相信也有些人有看, 是不是? 如果没有时间看, 不要紧要的, 你呢, 今个星期, 都鼓励你, 都可以去回家, 看一张都好, 六章到九章。 当你去看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罗亚, 为什么被神挑选? 为什么神称她是义人? 今天你想想, 在当时那个警方里面, 那个地方, 很多人都在罪恶里面。 那些人看到罗亚要建这个方舟的时候, 他们会什么? 会笑她, 会说她傻子, 是不是? 你为什么突然去建一个方舟, 是不是? 还要去垮拔那些树木, 去做一些木材, 去按照神的规格, 遵从神的话语, 去建造那个方舟。 今天我不知道呢, 你有没有去过呢, 香港那个罗亚方舟? 可能有些人都去过, 是不是? 有些人都去过, 都看过那个方舟, 是不是? 当我们呢, 去看圣经, 或者一些, 看过一些的, 看过这些呢, 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 啊, 看到这个方舟? 哇, 其实不小的, 这个方舟, 很大的哦, 因为里面呢, 要装罗亚, 和他三个的儿子, 和的儿子, 和的儿子, 还有很多的动物, 一双一双地进入这个方舟。 你想想, 那个工程是多么浩大? 罗亚呢, 他呢, 没理呢, 当时呢, 那些身边的人呢, 他怎么看他呢, 他就是呢, 这样遵从神的话语。 当呢, 神呢, 他呢, 他呢, 看下这个洪水, 他去呢, 灭灭灭的时候, 神就是定义去拯救, 二人, 罗亚, 和他一家, 和呢, 那些呢, 神创造那些的动物, 去进入这个方舟。 看下, 我和你, 都能够被神去吸引, 去进入神的保护, 和这个方舟里面。 我们都是梦神所拯救的人。 当我们呢, 看六章, 六至九章的时候, 我们思考一下, 罗亚, 他这个是一个主持人来的, 他怎么成为一个蒙神所起的义人? 他怎么成为一个主持人? 他有什么的品格? 他有什么领导的能力? 他有什么模范呢? 我们是值得学习的。 而罗亚, 用在教会的成长那里, 罗亚这个故事, 如何用在教会的成长里面呢? 当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都探望, 我们每一个都能够, 是在宿命生命去成长。 我们都思想一下, 罗亚这个故事, 如何在教会里面去成长。 他怎么去做了一个救恩的方舟? 就好像神的救恩临到一样, 他怎么去救这些人? 救这些动物呢? 还有呢, 你想想, 这些动物, 他出来, 出了这个方舟之后, 他会是怎么样? 继续去生养众多片满全地。 今天, 神给我和你的应许的祝福都是怎么样? 要生养众多片满全地。 你想不想接受这个祝福? 你呢, 是不是都领受了? 是不是都领受了, 接受神的救恩? 在最后,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美国的牧师? 他叫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的创办人, 是比尔·威顺六仙。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他最近, 神感动他, 要去乌克兰。 乌克兰。 他现在已经由美国这个安苏的地方, 他自己走了, 乌克兰。 去乌克兰这个地方。 他就是很爱那些小朋友。 他为了他拯救这些孤儿, 为了拯救这些无父无母的小朋友。 我看到他的生命, 因为他呢, 他经历了神, 在他生命那里反转。 神姊姊妹, 你认住这个牧师, 他不仅在美国, 他拯救那些无父无母, 或者那些小朋友, 去建立儿童事工。 他很喜欢, 就是在礼拜日的时候, 开着巴士, 走到街上高, 去跟那些小朋友传福音。 他不仅在美国, 他还在菲律宾, 其他国家。 你现在看到这里, 应该是一些非洲的国家。 他将福音带给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 因为他也有一个很坎坷的经历。 如果这个我可以之后, 再发放他的群组给大家看。 当他12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妈妈是淫于酒, 把他留在街上, 三日三夜, 又冷又没有食物。 三日之后, 很神奇, 神就有一个基督徒的男人, 其实那个男人是去医院探望他的儿子。 在图中看到了这个牧师。 他就喂饱他, 给他吃东西。 不仅如此, 他还借钱去送这个牧师去一个主日学的下令营。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牧师就信了耶稣。 因为他第一次听福音, 他就举手决志, 丙受这个救恩。 他当时就知道, 唯有神是他的依靠和拯救。 因为这样, 他后来长大之后, 他也成立了一个儿童事工, 去拯救那些小朋友。 他将福音带给他们。 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 他也没有退休, 而是继续为神的国抗战。 继续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盼望这个故事也成为你和我们的激励。 今天我们能够有圣经, 就是神宝贝的话语。 我们都要好好地去学慕神的心, 去学习处的话语, 继续一起同行。 今天你和我都不是孤单的, 因为我们这个过程都有十几个弟兄姊妹。 我都鼓励你, 鼓励你, 你们都在群组里都会知道 有十几个弟兄姊妹 我们也鼓励你, 如果你记得的时候, 你都在这个课程中, 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去讨告。 我们的盼望就像一个组一样, 我们不是孤单, 我们有弟兄姊妹为我们守望, 是为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去守望。 我们都为了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够在凡凡乱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空间, 去能够安静下来去思想神的话语, 去让神的话语洗净我们的心灵, 让神的话语去建造我们的生命,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 和随时的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 都能够鼓励大家, 去继续我们一起同行。 我都想和你们分享。 在WhatsApp群组里, 其实我都发放了一条线, 就是一个Google博物。 如果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今天的课题, 《圣经》的重要性, 你可以在这里填入名字, 在这里填入名字, 打入你的名字。 然后, 它有几条问题, 比如第一条问题, 叫你分享你这个星期所经历的恩典, 你可以在感恩的时候, 如何去经历神, 或者你听到神的首诗歌, 一个金句, 一个话语, 如何去帮助你, 或者你很感动, 简单地说也可以, 没问题的, 因为只是让你有一个启动, 有一个启动, 让你思考神如何去感动你。 今天的课堂对你来说, 哪一部分能够感动你? 有一个提醒, 或者帮助你? 不要有压力, 大家都是, 但是, 盼望你都可以轻松地去完成。 那, 试下, 记下, 记下, 那个金句, 提摩太头书三章十六节, 以及在第七点, 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想记下, 譬如你今天的课堂, 对于你来说, 会不会太困难, 或者, 都有帮助, 或者你有什么想回应, 你都可以在第七点那里。 那, 最后呢, 它有个订阅的按钮, 下面有个红色的按钮, 帝英姊妹, 你都去完成, 我们都一起努力去摆上。 是的, 那, 那, 我们每一日都有一个的时间去, 去, 去, 去看神的话语, 那, 是的, 那, 每一个, 每一个星期呢, 我都尽量会在, 譬如, 这一课, 第一课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放第二课的PPT, 以及第二课的问题呢, 就在一个WhatsApp那里的, 因为呢, 我想呢, 尽量减, 减散大家, 就是接收那些讯息, 所以呢, 暂时呢, 可能呢, 我不是整天都会开放, 那个WhatsApp那里, 给大家在那里提问的, 因为我会, 我会可能, 譬如今天我会开放了, 可能下个星期一, 我就放了些东西, 或者如果你们有问题, 可以在那个WhatsApp那里, 分享, 或者是提问, 那, 或者, 下个星期一, 我就会有, 转回到管理员发放讯息, 因为我想减散大家, 接收讯息, 其实是集中我们的时间, 这样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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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来%, 可以用来一遍的字幕, 嘩, 你不想用来评论画, 就非常 eben, 我们可以用来评论画在柠方吗? 把这里面积�论论,